我们本次任务对南极NWD这一最大的数据空白区进行了航空调查 累计完成了飞行约7200公里 飞行时间约28个小时 成功获取了我国中山站至比利时 丽莎白公主站之间的冰盖边缘的详细冰后冰下地形的数据 这些数据将为准确评估南极冰盖冰流损失 以及其对纯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提供重要的依据 为此国际上发起了湾南极冰盖边缘的航空调查国际合作计划 中国是这一甜言科学计划的重要发起国和参与国 管制任务的完成 一方面将为准确评估这一区域的灵量流失和冰盖固稳性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对于推动后写和国际合作计划的实施 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